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号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委内瑞拉局势 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干预委内瑞拉内政违反国际法 而继续对委内瑞拉采取敌意措施将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蓬佩奥则反指俄罗斯干预导致委内瑞拉局势不稳并损害美俄关系 蓬佩奥还说美国已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也重申 不希望看到委内瑞拉街头的暴力冲突再度上演 而针对蓬佩奥早前透露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原本打算搭击落跑到古巴 但被俄罗斯官员说服留下一事 博尔顿指出美方充分相信这项消息的准确性 但他没有解释更多的细节 另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30号晚间发布通告 禁止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在委内瑞拉领空已低于2.6万尺的高度飞行 通告以委内瑞拉政治不稳定 以及紧张局势加剧为由作出要求 而目前任何在委内瑞拉境内营运的美国航空公司 包括私人飞机在内应该在48个小时内离境 至于何时恢复正常的飞行 要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美国来往委内瑞拉的商业航班 早于3月已全部停飞 美国航空表示 鉴于持续政治混乱 将无限期的停飞所有来往委内瑞拉的航班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 维持基准利率在2.25%至2.5%的区间不变 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缺乏 超过了经济的强劲增长 不过委员会也进行了技术调整 银行存放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率 将被设定为2.35% 并已减低0.05个百分点 一期声明表示 美国经济活动已稳定的速度增长 同时再次指出就业增长稳定 失业率保持在低位 失业率目前为3.8% 大约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 而在通胀方面 声明表示 以12个月为基准总体通胀率 以及扣除食品和能源外的其他商品的通胀率 都有所下降低于2% 美联储的决定可能令总统特朗普失望 特朗普此前敦促美联储将利率下调一个百分点 并称如果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 经济增长将会强劲得多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宣布参选总统竞选后 昨日首次在爱欧瓦州开启造势集会 一如既往的炮轰现任总统特朗普 除了致力于结束特朗普的执政外 拜登还承诺将完成前总统奥巴马的评价医疗法案 而他与奥巴马的亲密关系 也成为了竞选的一大卖点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民调显示 拜登宣布参选后 在民主党和新民党的独立党派选民中的支持度 猛增至39% 较上个月上升了11个百分点 大比分甩开了其他仅20名民主党参选人 目前在民主党参选人中 支持率暂列第二的桑德斯 接受采访事业表态 当务之急是要击败特朗普 但他也强调他与同为民主党的拜登大不相同 有意划清界限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波音公司本周发行了价值35亿美元的不同年期债券 以筹集资金 因应空难可能引发的更大资金需求 因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停费波音737 MAX 8型客机 以及推迟订货的现象 对波音公司造成了财务上的重大影响 为因先进流需求 本周一波音公司已经向三家美国的银行 申请15亿美元的贷款 周二又发行了35亿 五个不同年期的债券 但与此同时 美国标普债务评级公司 仍然对波音公司债务予以A级评级 波音目前20年期 2039年到期的债券收益率为6.875% 另外总额8亿5000万美元的15年期债券 周二拍卖时收窄到1.12% 北卡莱罗纳州一所大学30号发生校园枪击案 造成最少两人死亡 四人受伤 目前其中三人仍然未脱离生命危险 枪手巨性是该校的学生目前已被警方拘捕 他被指控两项谋杀罪 四项谋杀未遂罪 在教育机构持有武器罪 以及用致命武器攻击罪 事发在北卡莱罗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是这一学期最后一天上学 在大学行政大楼肯尼迪堂附近传出枪声 由于校内当天举行音乐会 枪击案发生后在音乐会附近的警员 接报后及时赶抵现场并将枪手拘捕 警方相信枪手是单独行凶 嫌犯目前被拘押不准保释 他将于周四首次出庭 夏洛特市长莱尔以及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员沃克 分别在社交网站上贴文 对枪击案表示震惊 并向死伤者的家属质疑慰问 非盈利组织医疗费用研究所 最新的调查显示 住在不同的城市或州 看诊的费用却可能有几十倍之差 调查横向比较了不同地方的 医疗检查或手术项目 结果发现总的来说 东西两岸的费用要比中部要高 加州圣和赛和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医疗开销并列定一 看病花费高出全国中位数的82% 巴尔丁摩则是位列倒数第一 花费比平均中位数低26% 另外即使是在同一个都会区里 医疗价格也可能大不相同 今年开始生效的联邦新法规定 医院必须将每一个医疗项目的价格都公布在网络上 这也是从特朗普政府在医疗透明化上的又一次努力 然而由于医疗保险不同 自付额不一 医生与保险公司的保密合同等原因 民众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和比较 才可能找到最划算的医院 Airbnb对酒店业的冲击 正在日益加剧 全球最大的连锁酒店之一万好 亦即将推出新的类似Airbnb的租赁服务 这家拥有92年历史的公司希望 在不断发展的短期公寓出租行业中占据一席之地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万好目前已经在欧洲四个城市 实施小规模的家庭共享计划 包括伦敦 罗马和里斯本 除了让人们租住单间或整套公寓进行短期住宿外 该计划还让万好会员在租金中赚取和兑换积分 这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服务的基础 该服务最早可能会在下个月公布 万好酒店目前拥有7000家酒店 在130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办事处 客房数量超过100万间 而Airbnb在遍布8万1000个城市的190多个国家或地区 拥有600万间公寓 为了确保游客有更好的游玩体验 迪士尼之前发布了一系列新原规 与今天正式生效 从5月1号开始迪士尼旗下的各大园区全面实施禁烟令 需要吸烟的游客只能到园区入口外和迪士尼酒店的指定吸烟区 此外为了方便园内游客行走缓解拥堵 迪士尼还规定在园区内使用的婴儿车 宽度不得超过79厘米 长度不得超过132厘米 另外新开幕的新站主题乐园将于5月31号 在加州迪士尼乐园和8月29号 在奥兰多的迪士尼世界开幕 想要先读为快的游客在加州迪士尼乐园预定票时 无需额外付费 预定票的时间有效期直到6月23号 而在6月23号之后 迪士尼乐园将建立一个以小组为单位的入场系统 这样游客就不必花费过多的时间排队等候入场 而奥兰多的迪士尼世界 则暂时蔚蔚盖园区内的新站主题乐园 推出预先售票的计划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